由於這一集含有大量的法律用字和內容 所以我會使用我比較熟悉的廣東話作為旁白 以免引起任何爭議 就好像我在第一集所講的那樣 本身我這個Night Blue系列是想做三集的 而這一集本身會詳細講解Cutify和Night Blue之間的爭執故事 不過經過前兩集的回饋 我就覺得肯用腦的人早已覺醒了 而再繼續盲撐下去的 也不會是一些我想要吸引的觀眾 一如我以往所講的那樣 我這邊只是接受一些有獨立思考能力的觀眾 所以我自己覺得再講已經無謂了 所以這一集我就不會再跟大家詳細講解Night Blue和Cutie之間的八卦了 也不會再提到Night Blue曾經因為某種原因 嘗試以一個使徒打小報告的形式 就向Riot官方舉報LL歷史上一個歷史最悠久的YouTube頻道 叫LLSkin Spotlight 而最後曾經被Riot打臉的故事 那當然啦 舉報的原因我更加不會多說 只是有機會我會再跟大家講解 壟斷這個經濟學概念 而當然啦 外國YouTuber所作的分析 我都會在下面放上網址 那聽得懂英文或看得懂英文的人 就自己去看啦 那今天我們又不講上面的故事 我們今天講什麼呢 那今天我就決定跟大家講 我對Night Blue 3非常不滿 而它引起我做這一系列影片的起源事件 在我第一條影片裡面 我曾經提到過Night Blue 在直播上曾經公開質疑隊友收錢送分這件事 2017年11月14日 我們在第二集提到過的前NLCS職業選手 I Will Dominate 就在YouTube上傳了一條影片 它是用來反駁Night Blue的無理取鬧 更加提供了證據 它反質疑Night Blue是一個two face 雙面人 但是在一天之後 這條影片就被Ominia Media 以違反反權的原因下架 如果有人不知道的話 Ominia Media是Night Blue的YouTube Network 那我想這邊應該都有人不知道 什麼叫YouTube Network 那我就解釋一下 除非一些影片受到公平使用原則所保護 YouTube Network是可以搜尋 並封鎖一些未經過原主人允許 但違法使用版權的影片 如果要講得簡單一點 你可以將YouTube Network 視為YouTuber的保護者 接下來一件很有趣的事就發生了 當你在YouTube上搜尋Night Blue的時候 你可以在YouTube上找到大量 未經展示的違法影片 這些影片沒有一條是符合公平使用原則的 而且它們已經存在在網絡上好幾個月 唯一一條符合公平使用原則的影片 就是I will Dominic 那一條 在一日之內被封鎖 評論Night Blue的影片 我知道我這樣說 大家可能還是不明白 所以這邊我會提供YouTube 對於公平使用原則的定義 YouTube是有提供許多的指引和規矩 來保護創作者 讓創作者可以在遵守公平使用原則的前提下 去使用一些受到版權保護的影片 而在這件事中 I will Dominic 對於Night Blue的影片 使用是符合公平使用原則 因為在這條影片中 I will Dominic 是作為評論者去評論這條影片 所以它的作品可以稱為二次壯作 是符合公平使用原則 基於同一個原因 我們頻道二次元解密 都可以去播放一些受版權保護的影片 是因為這個頻道 不單止受到基本的公平使用原則所保護 更加加上我YouTube 對於公平使用原則影片的第二條保護線 就是News Reporting 新聞報導 公平使用原則是一個法律原則 在這個原則的保護之下 你可以重新使用受到版權保護的影片 而在過程中 你是不需要徵求原有人的同意 那當然啦 我的影片 證據永遠都不會借得這麼少 在接近三個月前 有一個YouTube頻道 H3H3Production 剛剛打贏了一場有關版權使用的官司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來看看H3H3Production的影片 我告訴你 透過所有的悲痛 所有的劇情 我現在很開心我們做了 因為這是一個最初的案子 不只是我們 但是說謊 但是聽證據說法 會把這照片放在公平 我覺得可以強行的 需要平使用 你向外表演 關於公平的評論 註明 而言之中 我喜歡哪子 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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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video I reference in the video is protected under fair use and it is useful in a critical commentary context I don't think that Nightblue can dispute the merits of my video and that's why he has to falsely claim the copyright infringement I will definitely fight this My entire video was a critical commentary It is protected under fair use 經過經過經過的沉默 Fazer在 Twitter上更新了條信息 浪費我的晚餐跟Night Blue在Skype 我們已經解決了最多的問題,現在正好 他也提及了他有很多外線GIGI的粉絲 所以從現在開始,我只會有好東西要說到這個男人 以上就是這次事件的來龍去脈 接下來的部分會充滿了個人見解和情緒 對觀看者的智商也會有一定的硬性要求 麻煩各位玻璃心和智商不夠的人就不要進來了 因為臉色不雅 我以往都是他很喜歡看Night Blue 3 以前他用他的本帳來打積分的時候,他的直播真的相當好看 直到他開始為了迎合觀眾而推出各種1000AP、1000AD系列的時候 我才開始沒有再看他的影片 今年一直聽到他的各種八點檔,我自己也是聽完就算 因為我當時的心態是,這些是他的事,關我什麼事呢?又影響不到我 但是這次這件事真的令我覺得非常噁心 我們非常生氣之下就開始製作了這套Night Blue 3的系列 這次Night Blue的行為令我覺得噁心的第一個原因 是因為Night Blue在自己的YouTube影片裡面 是充滿了相當多二次創作的元素 如果有看過他的影片的人 你應該會發現Night Blue的影片裡面是充滿了他非常多動漫的鏡頭 譬如說在被人殺的時候,就加一個動漫人物覺得很絕望的樣子作為一個梗 在這邊我就不詳細說了 有看過我的影片的人應該知道我在說什麼 難道這些影片每一條都應向原作者購買了這些盈利用的版權嗎? 既然Night Blue在自己是根據公平使用的原則之下使用這些影片 到底他是如何這麼理直氣壯地用一個版權靈異來下架別人評論他的影片呢? 這個內出又叫什麼呢? 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OK,其次呢 我懷疑Night Blue在用版權名義下弄別人的影片的時候 根本就沒想過這件事可能會帶來怎樣的後果 我相信沒有人會質疑以次創作裡面包含了原作者的創意 但法律上,以次創作和版權的糾紛是一個非常新生的命題 公平使用原則的發展還未經過足夠的培養 甚至連上面剛剛提到的那條片都只是近三個月之前發生的事 今次Night Blue借版權名義下架一些評論他的影片 正正為社會上某些人做一個非常好的示範 要知道,二次創作是經常使用於政治和諷刺的領域 經過這次事件,日後如果有任何二次創作是諷刺社會時弊的影片 因為版權因素被下架的話,我是絕對不會覺得意外 對我來說,Night Blue這次的行為對於二次創作者是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傷害 這件事是無論他和Fat或者IWD如何和好都沒辦法彌補的 因為這一層面紗已經被他扯下了 我不會因為你在遊戲上的惡劣行為就拍片來攻審你 即使是泰拉運我也曾經向大家介紹過他非常好笑的一面 但今次這件事可能會造成的影響已經超越了遊戲的層面 聽到這裏,我想觀眾可能會明白為何在過往這一段時間 我面對非常多人的辱貌或者羞辱我都可以一笑自知 因為我知道大家所看中的點根本就完全不一樣 眼階和格局決定了我們的差異 他們有很多效能力在這裏炒了兩番,而且是人紅吧 不是,這件事沒那麼簡單 發生過的事情就是發生過,影響已經造成了 某些人看了我的影片可能會覺得我只是想紅 對此我只會覺得同情 因為我們日常接觸的資訊和世界觀是有決定性的差異 這就是為什麼我看到這件事會由他帶來的影響上思考 但有些人看完只會覺得我想紅 好,就因為這樣,所以我在這裏再次呼籲支持我的觀眾 請不要跟對方打一些沒意義的筆戰 這個世界的運作方式很簡單 脫口秀大師或者洞篤少大師Chris Walk曾經說過 就是這樣,所以當大家在思想上擁有優越感的時候 請大家閉一閉,讓其他人說兩句吧 只要你知道自己擁有獨立的性能 思考能力就已經足夠了 今次這條片有點長 我份稿已經達到2493個字 希望今次可以一次過回應所有的問題 我不想也已經難得和一些不同意我的人打無意義的筆戰 我沒有必要去叫醒一個假裝睡覺的人 千言萬語盡歸一句話 喜歡的留下,不喜歡的自己出去吧 字幕提供在歌曲全集音樂 字幕提供的音樂 字幕提供的音樂 字幕提供的歌曲全集音樂 我愛你